我们今天来看暗黑小故事 故事的故事之 跳蚤 国王在自己的宫殿里养了一只跳蚤当丑物 每天呢 用自己的血给它当食物 还为跳蚤做了小型马车 为了这只跳蚤啊 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在国王的无限溺耳下 小跳蚤变成了大跳蚤 跳蚤越长越肥 最终胖死了 跳蚤死后 国王悲痛欲绝 他将跳蚤的皮剥下来展示 说能够猜出这张是什么皮的人 就能够娶公主 展示当天来了很多王公贵族 但是没有一个人猜中 这时一个野人走了进来 国王秉着公平的原则 给了野人竞猜的机会 野人在皮上闻了闻 就说出了正确答案 公主十分崩溃 但是国王说过的话无法收回 无奈的公主陛下 只能和野人回到悬崖峭壁 过着吃生肉住洞穴的生活 虽然野人对公主很好 然而这对精知愉悦的公主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她分分秒秒都想逃离这种生活 但是野人住在悬崖上 她想逃也逃不了 一天野人外出觅食 公主在悬崖对面发现了一个女人 她苦苦向女人请求帮助 女人看她可怜便答应会救她出来 但是她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到 于是女人承诺 第二天会带自己的家人过来救她 到了第二天 女人果然信守承诺带着家人来到悬崖 女人的小儿子趁着野人熟睡的时候 利用自己表演时的走钢索技能 将公主救走 但是中途野人醒了过来 发现公主逃跑的野人十分生气 追了上来 大儿子赶紧将绳子割断 野人掉下了悬崖 公主终于得救 马戏团一家兴奋地将公主带上 准备送她回王宫 然而野人并没有死 怒气冲冲的野人将马戏团一家 统统杀死 公主见形势不对 撒腿就跑 然而躲不过嗅觉敏锐的野人 野人对公主的背叛十分失望 他本打算将公主也一并杀死 但是面对楚楚可怜的公主 他又于心不忍 公主的一个抚摸示弱 就让他安静下来 原来就连野人也逃不过温柔乡啊 野人就这么放过了公主 他温柔地拍拍肩 示意公主爬到他的背上 就在他准备带公主回洞穴的时候 公主从身后掏出一把藏起来的小刀 果断了结了野人的性命 这回公主终于真正的解脱了 他带着野人的头颅回到了宫殿 将它展示给了国王 国王十分的悔恨 出于愧疚 他将王位传给了女儿 此时天空出现了一个玩杂耍的人 公主仰望着杂耍人 不知道他是想起了救他出来的少年 还是野人呢 许多人看完故事都认为 公主绝情野人痴情 然而现实中啊 并不是所有人对一个人的好 都必须被全盘接受的 更何况这份好 是被强加在公主身上的 野人爱公主 同时呢 他也得到了公主 但实际上啊 公主只是趋于恐惧的服从 并不是自愿的属于野人 野人没有考虑公主 是否想过这样的生活 也没有和公主 心对心的交流过 因为他只是野人 他除了能猜出国王的跳蚤皮之外 或许根本不懂女性的千丝万絮 更不会明白 爱是需要你情我愿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